明天也就是10月8日公众假期结束 股市要开市了 对于广大股民来讲 恐怕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不想放11假期 盼着股市开市 原因很简单 9月30号我们创了九大奇迹 一天的成交量就突破2.6万亿 A股大涨很多股民都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大家真的想趁热打铁在股市中遨游一番很赚一笔 那么明天开市之后我们的股市还会大涨吗 当然我们求的不是一天的上涨 而是持续的上涨 未来一周一个月甚至半年 我们的股市真的能再度迎来牛市吗 广大的投资者真是憋足了一股劲了 过去这几年以来 我们真的已经进入到降息通道了 什么P2P 理财 信托 不是爆雷就是没收益 真的普通老百姓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渠道 我们盼着股市大涨 能让我们分享国家经济成长带来的喜悦 过去一周以来A股修饰 但是周边的股市可没修饰 周边各个市场中国概念股都大涨 香港恒生指数也大涨 而且有多个市场还出现了资金流出的现象 比如说日韩股市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甚至印度 这些股市除了中国概念股大涨之外 整体股市反而在下挫 为什么 很多资金要赶快抽离那些市场 他们要提前布局中国市场了 也就是说海外资金实际上还是有十足信心的 他们认为中国股市未来是会大涨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美元降息之后 我们憋了两年 终于打赢了对美国的金融战 美元正式进入到降息通道之后呢 美国经济学家说会有上万亿美元回流到中国 而我国央行趁热打铁推出组合权 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 汇市爆了 股市爆了 国庆期间楼市都爆了 整个经济一片欣欣向荣 投资者的信心彻底回来了 大把的美元资产涌入到中国之后 它是要抄抵我国优质资产的 它是会去买我们的房子的 所以楼市成交量上涨 价格只跌回稳 他们是会到A股去买我们的优质资产的 所以我们说啊 我们的A股有持续上涨的动能 究其原因很简单 就是一个供需关系的影响嘛 此前市场太冷 没有足够的资金 而这下子不但美元降息 上万亿美元资产要流入到我国 而且我国降息降准之后 也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 这么多资金 它是要有一个去向的 很显然去股市啊 这是一个最好最便捷的路径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说股市上涨实际上对我们经济是有提振作用的 9月30号股市上涨之后 很多人在股市赚到了钱 消费立马就升级了 本来五一都不准备出游了 得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本来定的是经济舱 儒家 快捷酒店 现在直接改成了头等舱 五星级酒店 所谓easy come easy go 钱来的越容易啊 花起来也越迅速 如果是咱们的月薪 一个月几千块钱 一分一分攒的 我们是不舍得花的 可是你在股市之中 一天赚了一两万 那你是很愿意狂花一笔的 所以确实啊 股市如果上涨 会拉动我们的消费迅速升级 会使得很多赚到钱的老百姓 愿意花钱 也继而可以使得我们过往两年 相对沉寂的实体经济啊 有个再度浴火重生的机会 所以我们盼着明天的开市 咱们的股市能持续大涨 更关键的是 不是涨一天 不是涨一周 而是迎来一个相对平稳而长期的牛市啊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